而为在南加州的大鹏联谊会每年都会举办年会 今年更是二战结束70周年 也特别邀请到百岁的将军到现场分享当年的抗战故事 南加州空军大鹏联谊会每年规划隆重盛大的年会活动 庆祝空军814胜利 今年刚好是二战结束70周年 他们特别邀请到了104岁的抗日英雄张光明将军 以及抗战时轰炸日本本土第一人 高龄102岁的陈光斗将军出席盛会 热闹的节目在空军棋队的表演当中拉开序幕 紧接着全体贵宾向抗日英雄致敬 并且播放史料纪录片 期望借由这个难得的机会增进桥舍交流 并且让后代子孙能够更加的认识当年的历史 空军814胜利的77年 而且也是我们抗日胜利70年 那我们今天有空军抗日英雄 人道援助的陈光斗将军来参加 请你参加 还有也感谢我们这一次 我们荣誉会长陈文宽先生 既然我们赞助我们这个活动 每一位空军的成员对于814检条精神 都随时鸣刻在心 从民国26年我们814的建桥大捷 一直到后来在台海律师的战役中间 空军都能够发挥检条精神 以寡击重 以少甚多 能够保卫我们的领空 保卫我们的国家 今天看到我们这么多的学长跟先进 虽然是退休之后 还能够在洛杉矶一起团结合作 不仅是为了能够团结桥色 能够促进同袍的情谊 同时还能够继续为支持我们中华民国 一起来奋斗加油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希望我们大家一起继续携手合作 为我们中华民国的未来继续奋斗 陈光斗将军老当益壮 精神抖擞地向大家展示 70年前由中华民国政府 颁发的抗战胜利勋章 驻落台北经文处副处长王炳胜 陈桥中心主任杨海华 陆桥中心副主任黄庆域 以及桥物委员杨贤怡 许清松 桥物咨询委员高启正 还有南加空军大鹏联谊会的会员 与家属共相盛举 分享当年的抗战故事 年会就在温馨欢乐的气氛下圆满落幕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